大家好,欢迎来到雷土世界 今天分享一下用PS和Blender做网安科技类宣传办的过程 我们先来建模,新建筑体作为底座 Shift-D复制一层,调整厚度缩小上移作为第二层平台 Shift-D再复制一层,上移缩小作为第三层平台 在顶部平台上方Shift-D复制一层 缩小用于顶座 选中后进入编剧模式 选择面模式,选中顶部的面 进行多次的内插和挤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用Ctrl-R 对侧面进行缓切 选中两个面分离出来 融并面后 沿发向几处 应用悬绕 复制最终做出顶座的模型 新建圆环 调整一下参数 放大后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作为微蓝 调整一下顶座的位置 新建筑体 缩放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用于微蓝的柱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选中筑体后进入编辑模式 按周二环切 选中面之后 沿发向向内击处 选中全部 应用环绕 复制做出环绕一周的柱子 整体的微蓝就做好了 新建圆环 新建圆环 缩放后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进入编辑模式 进入编辑模式 选择点模式 框选下部分的点删除掉 选择编模式 全选后向上挤出 给它添加实体化 冰花若色 法向自动光滑构选上 背景墙就做好了 同理背景墙上的屏幕做法 是一样的 大家配合左侧的鼠标操作 仔细看 感谢观看 下面来做数据走势线 新建平面 进入编辑模式 点模式下全选后合并到中心 然后在前视图下 配合一挤出画出走势图 画好后线模式下全选 沿外揉击出 再添加实体化 勾选均衡厚度 这个走势线就做好了 把它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基础模式就做好了 新建平面 作为地板 在渲染窗口把画面调好 接下来我们做材质 先做地板台制 新建凹凸和图像纹理 把发现图载入进来 把凹凸的发像连到原理化发像 把发现图连到高度 按照T在映射面板里调整一下缩放 再把颜色和金属度调整一下 地面的材质就做好了 接下来做金属底错 原理画面板里面 把金属度调一下 我们选中需要金属底错材质的物体 最后选中已有材质的底错 按照L 关联一下材质 这样选中的物体就都应用了金属底错材质 下面来做玻璃材质 新建玻璃和透明 按住Ctrl Shift 鼠标右键把透明拖到玻璃上 轻轻轻混合 调整一下颜色和混合系数 玻璃材质就做好了 和之前一样把需要玻璃材质的物体 选中后应用该材质 下面我们来做背景墙屏幕上的贴图 选中屏幕 选中屏幕进入编辑模式 选中屏幕进入编辑模式 选到正面 新建材质 新建材质 在图像纹理面板中把UVT图载入进来 再拉出一个窗口 显示UV贴图 把贴图样式指定给选择的面 把选中的面 UV展开一下 选中展开图 旋转移动到合适位置 反了 再旋转180度 这样UV贴图就显示正常了 整体画面做好了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角度 渲染想要的画面 这里说明一下 世界环境这里载入了一张HDR 渲染用的是Cycos 模型的螺色方式 选的是随机 来到PS中 新建1920x800的图片 打开Camera 调整一下渲染图的饱和度和清晰度 确定后 把文案放入画面中 网安科技类宣传Banner就做好了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